每天五分钟,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音乐说书人,让音乐的信息带给你我灵魂深度的呼吸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音乐说书人,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 我想在现代的生活当中,许多时候我们每一天都感到非常疲倦 但是认真想一想究竟我们在忙什么呢 我们每天庸庸碌碌,但是却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忙些什么 朋友,主耶稣说凡劳苦丹重担的人可以来到他面前 他要使我们得安息 和你分享这首喜乐群所出版,由慧年所演唱的主的安息 主耶稣说凡劳苦丹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温柱的面前 主笔要帮助你,他不让你失望 他要帮助你,他是你的忍耐转的陪伴 他要带你到万叶水边 他是你的力量,他是你的帮助 他是你的时刻,他是你的激难所 她说孩子 你不要回心 她说孩子 你不要惧怕 因为我是创造你的主 你的需要我全都值得以上 是的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主必定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他里面得安息 爱到苦丹重的温暖 可以来到温住你的眼前 注定要放出你 她不让你失望 她要带你的温暖 是你 她是你的力量 她是你的帮助 她是你的诗歌 她是你的难所 她说孩子 你不要回心 她说孩子 你不要惧怕 她说孩子 你不要惧怕 因为我是创造你的主 我谁的温暖 也说inin你看 你的温暖 我全都值得 她要我坦然无惧到她的面前 她要使我心得着安心 他要我只管将冲单全写给他 他要使我心得超安心 他说孩子你不要回心 他说孩子你不要急跑 因为我是创造你的主 你必须要我全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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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然都知道 你必须要我全都知道